玻璃市一名男子在警匪追逐站中 冲撞护送旅游部长拿多斯里南西苏克里的出访车队 导致两名警员受伤 嫌犯今天被控吸毒驾驶和持有武器在内的五项罪名 而在部城一名关联公司的高级经理 涉嫌索取高达30万令吉的贿赂 作为石油勘探计划合约的酬劳 遭到反贪会严扣五天注查 疑似贩毒吸毒再冲撞部长车队 这名来自玻璃市的毒贩 今天先后被控上家央地停和推示停 43岁的被告在敌 先在地停被控在7月11号 在巴东误沙携带一把45厘米的八冷刀 抵出1958年腐蚀 爆炸物及危险武器法令第七之一条文 罪程可判处监禁5到10年 被告否认有罪 获准以5000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将在8月28号重新过堂 被告随后转移到推示停 面对另外四项控罪 包括吸毒驾驶 导致警员受伤 妨碍公务员执行任务 以及藏毒 控状指出 被告在同一天中午12点20分到53分之间 为了躲避警察普通行动部队的追捕 开车逃跑长达10公里 随后冲撞旅游部长南西苏克利的车队 导致两名警员受伤 警方还在他的车上搜出570公斤重的割冻液 以及0.8克的冰毒 推示批准被告以22500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 案件则定8月28号 以及10月5号再次过堂 而在部城 一名41岁的关联公司高级经理 涉嫌索取高达30万令吉的汇金 作为登加楼石油勘探计划的工程合约报酬 昨天被反贪会逮捕 部城法庭今天批准反贪会 延长扣留嫌犯5天住查 击打方面 一对负责安装壁录电视的父子 涉嫌串谋向击打军营 虚假申报5万令吉 作为购买和维修壁录电视的费用 反贪会在前天和昨天 先后逮捕两名嫌犯 亚罗斯达推示厅今天批准反贪会 扣押第一嫌犯到这个月26号 第二嫌犯扣押到27号 当局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 第18条文调查案件